看到前面一輛機車 車身搖晃 高速過完 察覺有意 趕忙追上去 靠邊 靠邊 其實假裝沒聽見 但身體都是很誠實 油門催到底 腳底抹油 一顆落跑 警方在後沿路鳴笛 狂追但騎士私命飆車逃 還轉進小巷弄躲倉 一轉眼 人車消失 甩車不打緊 但人呢 女警邊跑 邊用電眼搜索 終於 騎士全去身體躲在暗處 但還是被發現 下一秒騎士竟然伸出雙手 抓住女警 失職緊扣 在猛力推倒她 志願即時趕到包抄圍捕 騎士臉朝下 終於乖乖被打 跑什麼 跪下 會跑不是沒有原因 原來這名騎士 凌晨在林森北路的酒店 還喝兩瓶威士忌後騎車上路 說要是雙聯站搭捷運回家 車身沿路搖晃 被巡邏員警發現後 一路跑給警察追 在明泉東路二段 汽車逃逸 還動手推緊 但只跑了50公尺就被打 1.06 照剛才講的超過0.25 不止酒駕還面向窗紅燈 最佳好幾等 這下不只被依法送辦 還有3600元的罰還 等著他 這一位林宅珍 曾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